同学们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本章的第五节 关于税收的执法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税收立法 那么制定的这个税收的法律法规规伤 接下来就是如何来进行执行 不过呢在我们考试当中 执法这一节考试的内容并不多 所以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点 就是税收执法的范围 以及呢按照不同的税种 如何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 那作为这个收入划分 可以说是我们考试当中 命题概率比较高的 几乎每年都有考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说一说 关于我国的这个税收执法的范围 那我们知道税收的执法 那应该是主要税务机关征收的税 主要执法是税务机关 执法当中呢主要包含的内容 既有税款的征收 也有我们说的这个税务检查 税务急查 所以税款征收也是执法范围 不要以为检查和急查 才是执法的范围 除此之外像这个 行政复义 它也是在这个执法的范围里面 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叫 其他税务管理 那这里我们举个例子 其他税务管理里面 主要是税务行政处罚 由于咱们的这个教材最后一章 讲到第14章税务行政法制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叫税务行政处罚 所以这个前后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 因此我们一般的考点呢 都是在第14章考税务行政处罚 那前后是一致的 大家在这呢 先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主要像什么行政罚款啊 停止出口退税权啊 这个没收违法所得 等等 好的 那我们这一节的重点呢 应该是在后面 所以这儿我们都是了解的内容 比如说像税务机构的设置 这个肯定是在执法当中 要说税务机关 但是做我们考试来讲 这真的不是重点 咱们了解一下 国家税务总局呢 是个政部级单位 它的职能 有12项我们列举了 其中呢像具体的起草 税收的法律啊 法规啊 它的草案 以及实施细则 是吧 提出税收政策啊 这个变更的一些建议 这都是它的职能 职责范围 那么在国家税务总局下呢 咱们设了叫做 三级国家税务局 包括省一级 市一级和县一级 好 同时我们了解一下呢 那就是咱们对税务机关的 这种管理领导体制 是税务总局为主 与 省一级的人民政府 它是双重领导 但是从业务上呢 税务机关 它是一个垂直领导 所以它从业务上 总局来 对下面的 是吧 省一级 国家税务局 省对市 市对县 这是一个垂直领导的关系 对吧 业务上呢 这个是比较特色的哈 那么接下来呢 在税收 征收管理范围划分上 我们知道一下 就是税务机关征收的 具体的说应该是 有18个税里的16个税 海关征收两 关税和传播吨税 以及代征 这个进口后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同时税务机关呢 还有一些 这个费的 叫做代征 我们在教材里提到的 就是教育对付加和地方教育对付加 那么在我们这一节的考核当中的重点出来了 那就是税收收入划分 我们知道在1994年 咱们实行了这种叫做以税种来划分的 这个中央和地方收入的分税制改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行的18个税 它是由税务机关和海关来征收 但是这个公共财政的这个税收收入 到底是归哪以及政府所有 所以我们分为了 有的税是属于中央这个政府所有 有的是属于地方政府所有 这样呢咱们就有了中央固定收入的税种 这是中央税 地方固定收入的税种 这是地方税 那它分别都要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各自的职责来筹措资金 当然我们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叫做什么呀 叫做共享税 那么在18个税里面 如何对这18个税进行划分 哪些是中央的 哪些是地方的 哪些是共享的 这是作为我们考试特别常出题的一个命题点 特别是我们近三年每年都有 那我们怎么来划分这18个 我们把方法告诉大家 首先那要知道属于中央固定收入的税种 其实不多 那在税务机关征收的税里面呢 就是两个 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税 作为咱们的这个货物税当中 一个很有特色的货物税 在我们考试中也是一个重点 那包括海关带征的那部分的进口环节消费税 这都是中央固定收入 那我们还有叫做车辆购置税 它虽然不是一个主体税 但是呢 它由这个税务机关征收 它是属于中央固定收入 另外海关征收的关税和传播吨税 是吧 这是税务征的两个 海关征的两个 以及海关带征的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消费税呢 已经搁到这里 所以这样的话 属于中央固定收入的税种 其实就这么四个 那地方的呢 我们先不去把这个地方的来介绍 因为看着很多 咱们先来看一下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因为考试里面呢 更多的考的是共享税和中央税 好 来看一下共享税 我们先给了大家的一个结论 那就是三个大税 三个小税 加起来有六个税 是属于中央地方的共享税 那这三大税是什么呢 那就是咱们在主体税里面 真正属于占主体地位的增值税 指的是国内的增值税 因为进口增值税海关征了 以及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好 那我们再要提一下的 就是这个共享税 它是由税务机关来征 然后收入是分别归中央和地方 那它肯定有一个收入 分成了一个比例 所以这个比例呢 像国内的增值税 中央和地方应该是 合一半 是吧 五五开 像这个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呢 它采用的是什么呢 叫做六四开 是吧 中央地方六四开 当然这里呢 企业所得税呢 我们有一些 像这个 就是国铁 国铁集团 是吧 像我们这个 银行的总行 那像这样的大的国企 它的企业所得税 那是都会中央的 除了这几个大的以外的 那我们企业所得税 大部分呢 都是属于叫共享税的范围之内 所以所得税的共享比例是六四开 那在小税里面 也有三个是共享税 一个叫做成建税 那当然对应的附加也就共享了 那么在资源税里面呢 我们海洋石油企业的 那个资源税 那是归中央的 剩下的呢 都是归地方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共享 而在印花税里面呢 咱们证件交易的印花税 是百分之百 现在都归中央 那么其他的印花税 都是归地方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在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的 三大三小很好记 三大税就是我们 后面要学习当中 占的时间最多的 三个重点税种 内容也是最多的 三小税 成建税 资源税和印花税 好 我们十八个税种当中 属于共享税的六个 属于中央税的四个 那么剩下那八个呢 那就应该是地方税了 所以地方税 从数量上是最多 是吧 它比中央税和共享税的数量都多 但是呢 它的这个税收收入的总量 并不是那么多 因此关于地方税 我不再一个一个给大家去念了 是吧 但是呢我们用排除法就比较好理解 对这个地方税的具体税种都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这部分的考试 其实难度并不是很大 像这样的命题 在我们纪念考试里经常出现 那就是下列哪些属于共享税 或者问你哪些是属于中央税 那我们在这可以看一下 属于共享税他问的是多项选择题 三大三小是吧 三大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已经选过了 这样呢 三小是吧 这里面呢 有一个就是资源税 这是共享税 那除此之外 还有这个承建税 还有印花税 而这选项里没有 而土地增值税 这是属于地方税 所以正确答案呢 就应该是BCD 好 那我们在考题当中 有时把这个共享税 可能要给你更加具体的 来深入的问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问题 不过它是一个单选题 问你那个共享的比例 是吧 比如说解锁得税 他说是55开 不对 应该是64开 他说增值税 应该是55开 这是对的 他说资源税 是吧 三是中央的 97是地方 这不对 因为资源税 只有海洋石油资源的是中央的 其他都有地方的 而这个印花税呢 三规中央 97规地方 这个以前是针对 证券交易的印花税 有这么一个 这个三和97的比例 而且它也不是97规地方 是97规中央 那么后来我们是 这个证券交易印花税 百分之百都是 归中央了 所以这里面 咱们的处理是错误的 而正确答案 那只有B选项 所以这样的问题 看似好像挺复杂的 那只要是听了我们的讲述 应该说 这个关于共享税 中央税 它的划分 以及共享税比例的 这个要求 其实并不复杂 那么本节的重点 主要就是税种的 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划分 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的是 本章的第六节 关于税务权利与义务 实际上这个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税收法律关系 它的核心或者说是灵魂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税务权利与义务当中 是吧 征纳双方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 它肯定不是说能在一节 能在一个问题里全都讲清楚的 因此呢 这部分的内容太笼统 在我们考试的考题当中 是有过命题 没有过命题 我们不会把它作为一个知识点的 但是呢 它命题的这种几率概率极低 所以它不作为重要考点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 那就是作为这个征纳双方 它各自的权利义务如何表述呢 在我们的教材上 它是有文字 是吧 这呢 我给大家列了这个两个表 一个是征寿方的 一个是这个缴纳方的 那这样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呢 我们想不需要给大家念了 作为我们基本的这个成人的认知 一看就能够清楚 那这样的权利和义务是吧 都是谁的 你比如说宣传税法 普及税法 比如说呢 这个税务行政的复议啊 这个回避 这肯定是税务机关里的义务 而它的权利呢 税款的征收 是吧 这是它的权利 而纳税人以及扣缴义务人 他在这个税收法律关系当中的权利和义务 这其实也是一目了然的 是吧 依法缴纳这个税款 代扣代缴税款 是吧 如实提供相关的信息 接受税务检查 这肯定是纳税人的义务 而它的权利呢 那就是向税务机关了解有关的税法规定 是吧 然后办理这个减免退税 有这个争议了 进行陈述申辩 复议 行政诉讼 是吧 这些都是属于纳税人的权利 那么这样的问题 我们即使在考题当中 如果要遇到了 我们也是没有看教材照样能够回答的 因为它是一般的常识 好 在这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 多项选择题 问的是下列哪些属于纳税人的权利 所以看好了 是主体当中的哪一方看好了是权利和义务 然后我们进行简单的分析就能得出结论了 首先是要求税务机关保护商业秘密 那这肯定是纳税人的权利 因为我们像税务机关进行的纳税申报当中 有纳税人的这种有收入情况啊 利润情况啊 是吧 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各项所得的获得情况 这些其实都是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 这个是需要税务机关来为纳税人保密的 这是纳税人的权利 第二个 对税务机关做出的决定 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那就是说这个复议啊 诉讼啊 另外应该为检举人保密 并按照规定给予奖励 这肯定不是纳税人的权利 是吧 那这是什么呢 这应该是税务机关的义务 好 那我们最后是依法申请减免税 这是纳税人的权利 所以咱们的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BD选项 这个不是通过学习来的 是通过我们的成人的基本的这种认知能力 就可以判断 好 接下来我们要了解一下的是 本节的第二个知识点 那就是关于发展涉税专业服务促进税法的遵从 那这个问题呢 主要是基于这个税法 它的规则规定是吧 具有强制性 那么作为纳税人呢 我们伴随着法律意识的提高 不想说违反税法的规定 是吧 但是呢 我也不想呢 去无缘无故的多缴税 是吧 能享受的税收优惠 那我要尽量的去享受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我们就这个促生了 专门为纳税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专业服务的 叫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 它有着专业的这个知识 有着专业的经验 有着非常高的这种这个职业的判断能力 所以它提供的专业服务呢 使我们这个纳税人既可以保证不违反税法的规定 同时也可以保证我们进享税法规定的各种税收优惠 因此这样的涉税专业服务都有哪些 这就是我们在考试当中经常有命题的 那涉税专业服务 它是由服务机构 以及服务的内容来组成的 那它的服务呢 其实主要是接受这个委托方的委托 利用你的专业技能 要向委托方提供这个税务的代理啊 咨询啊 筹划呀等等啊 这些专业服务 所以它实际上是第三方的服务 那作为这个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 我们一般一想就是 税务师事务所 其实不仅仅是税务师事务所 还有那就是涉及涉税专业服务的 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 这些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律所 它都有专门从事啊 涉税服务的 以及呢 像代理记账机构 是吧 税务代理公司 财税类的咨询机构 这都是属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那这样通过专业机构的 是吧 专业的服务 纳税人呢 这个付费来购买这个服务 委托服务机构来提供专业的 这个涉税服务 那我们说这里面就能够提高 这个税法的遵从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提一下 关于涉税服务 它的业务有什么 这是咱们考试当中 命题点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那包括像 纳税申报的代理 像一般的税务咨询 专业的税务顾问 是吧 还有呢 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就是这个税收的策划 在你纳税行为发生之前 先去策划筹划你的业务 这个业务在这种发生情况下 这种背景下 是吧 那我们说怎么签合同 然后怎么来交税 因此这样的策划 都是你的纳税行为 这个税收法律事实发生之前 你对这个业务进行策划 同时呢 对这个机会的纳税来进行策划 所以这样的这个税收策划 用尽税收的税法的政策 这是允许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 涉税的见证业务 纳税情况的审查 以及其他 那对这些叫做涉税专业机构 谁来对它进行监督呢 你说税务机关呢 要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来实施监督 所以这些具体的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监督的内容 这个不是咱们考试的内容 所以在这儿我们教材上写了 咱们有所了解就行了 比如说要进行行政的登记管理 比如说要进行机构和人员的 这个实名管理 是吧 要有这个监督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 那个名单和信用情况等等 一般了解 我们重点是涉税这个服务的具体业务 那么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近两年第三年的考题里 还是比较频繁的出现的 那我们举这么一个例子 是一个单项选择题 问的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它为纳税人提供什么呢 符合法律法规的纳税计划 计划它体现的就是 业务还没有发生的一个事先的 这才叫计划 那么事先的计划和方案 这样的业务叫什么呢 有四个选项 是见证 代理 审查 都不是 它就是一个策划 是吧 事先的一个计划 事先的策划 所以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 叫做税收筹划 或者叫纳税筹划 或者叫税务筹划 都是这么一个含义 事先的 是吧 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 对业务进行规划 然后按照这个规划来进行纳税 达到啊 这个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缴税的最小化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关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它的服务内容是什么 那么我们说 这个服务内容 咱们可以浏览一下说 是不是都属于 这个第三方 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内容啊 代理 筹划 咨询 见证 所以正确答是ABCD选项 好 那整个我们的第六节 实际上围绕的重点呢 就是这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它的服务内容 以及它服务内容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 好 这就是我们本节的内容 下面我们进入的是第一章最后一节 关于国际税收关系的学习 整个这一节呢 可以说跟前面所提到的六节 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那它只是在税法概述当中 这么一个独立的一节 国际税收关系 那它呢一方面是涉及到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 国与国之间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是为我们后面第十二章 国际税收这个征收管理实务来做铺垫的 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第一章的命题中 第七节很少有命题 即使考到国际税收 我们也是坐在这个第十二章里去考 但是呢这里面还是有一些能够有命题考点的 所以我们进行以下内容的了解 首先那就是税收管辖权和国际重复征税 这是在国际税收关系里面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那所谓的税收管辖权 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国家呢 在征税方面的一个主权 实际上它是一个国家 这个经济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作为这个税收的管辖权 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划分原则呢 两个 一个呢就叫做属地原则 是吧 只要是你在我有管辖权的范围 这个领域这个地方取得的所得 我们有权征税 还有一个是属人管辖权 你只要是我们这个主权国家管理的税收居民 那你不管上哪儿取得的所得 你都要在我这儿征税 所以这两个原则 那么产生了税收管辖权当中的三种类型 其中的属地原则 那它形成的就是叫做国际税收的地域管辖权 是吧 那就是说刚才解释了 你只要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管辖的领土范围之内的 这样的所得 我们都有权征税 还有一个那就是根据属人原则确定的 叫做居民管辖权或者公民管辖权 注意这个居民也好公民也好 它不仅仅是指个人 它也包括呢 像法人单位是吧 团体企业公司 因此它是一个广义的人 那这样的居民管辖权是吧 它指的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于属于本国的是吧 叫做居民纳税人 居民纳税人可以是居民企业 也可以是居民个人 总而言之它是居民纳税人 这样的来源于世界各地的所得 我们都有权征税 只不过这里面如何判定 是我这个国家的居民纳税人 那么各个国家呢 它是有不同的判定标准的 但只要是按照某一个国家 它的标准确定了是税收居民了 那不管你来自于世界 哪儿的所得 这个居民管辖权下 是吧 这个国家都是对税收居民有征税权的 而公民管辖权呢 是吧 更多的呢 它是以国籍来划分的 那属于我们这个国籍范围之内的公民 那你就都应该对世界各地的所得 向我这个国家交税 好 那我们关于这个税收管辖权知道了 它是三种类型吧 那么税收管辖权 如果说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讲 它是可以在管辖权的类型中任选的 因为这是它的这个权利嘛 是吧 当然这问题就出来了 那就是不同的国家 对这个税收的管辖权的选择 就这么几种选择权 所以它就会导致了 那就是在不同的国家采用税收管辖权的时候 对同一个跨国纳税人 是吧 同一个征税对象 都是管辖权范围内的征税对象 你都要在我们这征税 这个就是国际的重复征税了 所以这样的国际重复征税 对跨国纳税人的同一个所得 不同的主权国家或者地区分别征税 形成的交叉 就是国际重复征税 那这种重复的类型呢 我们作为选择题了解一下 有这么三种情况 第一种叫做法律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第二种叫做经济性的国际重复征税 第三种叫做税制性的 那么税制性的比较好理解 就是各个国家 它世界上多数国家吧 都实行的叫做符合税制 就是既有对收入征税 也有对纯收入征税 还有对这个财产的征税啊 对行为的征税 那这样的比较好理解 同时都有这样的符合税制 同时都争 关键是前面说的法律性的和经济性的 它容易搞混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不同的征税主体 不同的国家或者说不同的地区 是吧 这是不同的 对于同一纳税人 看好了 这个地方呢 是不同的征税主体 对同一个纳税人 的同一个税源征税 这个就叫做法律性的重复征税 你比如说呢 在我们中国境内的 是吧 叫总公司 它在贾国设立了一个 叫做分公司 是吧 总分公司 那我们说设在贾国的分公司 按照属地管辖权 对分公司的所得来征税了 而分公司的所得呢 那它当然是要并入总公司的 那总公司所在的中国 按照居民管辖权 也要对它境外所得征税 这个时候就是对同一个纳税人的 同一个税源征税 那如果说是经济性的重复征税呢 它是不同的国家呀 它对不同的纳税人的 统一税源征税 比如说 在中国设立的 是某公司 是吧 这肯定是中国的居民企业啊 然后在外国呢 投资了一个子公司 在贾国投资一个子公司 那子公司在贾国设立 当然你要按照所在国的法律法规 是吧 来遵守人家国家的法律法规 在当地交税 所以对某公司和子公司 设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它是两个分别不同的纳税人 不同的国家对不同的纳税人 但是是同一税源 因为子公司的所得 在子公司是吧 交了税 税后利润分给某公司 因此呢 在母子公司两个国家分别交税的时候 它是有共同税源的 那这样呢 我们就称为经济性的重复征税 这样呢 对这个国际重复征税的三种类型 它的含义 特别是前两种 容易有选择题 不要搞混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下的 就是关于国际重复征税 它的成因和形式 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或者说是根本的原因吧 那就是税收管辖权的重叠 对吧 刚才我们说过 而它的有两个前提 这也是作为选择题了解一下 一个纳税人的所得或者是收益 它国际化 它有跨国所得 如果你只在一个国家来进行经营 它没有跨国所得 它不可能有这个国际重复征税的问题 另外呢 就是各国的所得税制的普遍化 各国都有所得税 虽然呢 我们所得税的名称可能不一样 税率可能不一样 税法具体规定怎么算所得不一样 但是都有这个 对所得这个税源的征税 这样呢 是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两个前提 而国际重复征税 它根本原因还是税收管辖权的交叉重叠 那这样的交叉重叠呢 就有不同的类型 那我们在这呢 把不同的类型怎么交叉重叠 通过一个图示来说一下 我们说作为贾国 乙国 他们都有在征税上各自的主权 比如说他选择了 刚才说 这个税收管辖权不就三种类型吗 是吧 居民 公民 地狱 是吧 这样的话 贾国乙国 你都可以在这三种类型里面 选一个或者选两个 或者三个都用 都可以 那怎么就形成了它的叫做重叠呢 管辖权的重叠呢 比如说 贾国判定 你是本国居民 是一个条件 乙国判定呢 是一个条件 那作为这个跨过纳税人 是吧 他同时符合了贾国作为税收居民的条件 比如你在那注册了 是吧 但是呢 他的机构并没有在贾国 他在乙国 而乙国呢 是按机构所在地 所以这时候他可能就会成为贾国和乙国同时的税收居民了 同时都征税了 好那以此类推 我们说在居民管辖权和公民管辖权上 同样道理是一样的 那也有可能 那就是贾国的居民企业 是吧 实行居民管辖权 他到乙国呢 来进行投资 是吧 那么在乙国取得的所得 他即使是不符合乙国的居民标准 但是他在乙国的所得肯定是所得来源的优先征税 所以乙国按照地域管辖权来征税 那么以此类推 是吧 咱们也可以说这样的交叉 这都好理解 关键不好理解的就是这个 这还会有交叉吗 是吧 地域管辖权和地域管辖权怎么交叉呀 一个在欧洲 一个在亚洲 他怎么会地域交叉呢 因为呢 我们说不同的国家 在确定他纳税人的所得来源地的时候 可能有不同的标准 比如说贾国认为 是按照劳务报酬的支付地 算这个个人是不是本国的居民 你支付从我们这国家支付给你的 这就是我们本国的税收居民了 但同样这个纳税人 他确实是从贾国 这个劳务从贾国取得了 是吧 但是他劳务在哪提供呢 劳务的发生地在乙国 而乙国正好就是按发生地 来确定他的管辖权 因此这个贾国和乙国 是吧 有各自自己的地域管辖权 但是他说的地域 不是我们理解的 他的那个地理位置的那个地域 而是有关于地域的具体税收规定 那么这两个规定呢 贾国和乙国的对这个跨国纳税人 正好两边都占上了 他同样也是产生这个税收管辖权的 重复征税 因此这样的关于税收管辖权和国际 重复征税 尽管呢我们在考试当中 这个命题的概率很低 但是这是容易有命题点的 所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问的是不同的征税主体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重复征税 看好了 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重复征税 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 是吧 不同纳税人 这叫什么呢 是吧 那我们说刚才所提到的 国际重复征税三种当中 本身也没有政治性的 那税制性的呢 就符合征税 它也不符合咱们题目的要求 所以容易混的就是经济性的和法律性的 法律性的针对的是 刚才说了 是吧 总分公司 不同国家对同一纳税人的同一税源 这个叫做法律性的 所以经济性的就是 不同国家对不同纳税人的同一税源的征税 所以政府答案就是选择了A 那我们在这一节当中呢 还提到了就是关于国际税收协定 这一节的内容里面的第二个知识点 可以说没有过考点 那也是我们学习当中的一个一般了解 而这部分内容呢 咱们在后面的第十二章里面 还会详细的介绍到 所以我们下面所提到的 关于国际税收协定 都是一带而过 一般了解 首先什么是国际税收协定 那就是遇到了国与国之间的 这个税收管辖权的 是吧 重叠这种重复征税 那怎么解决呢 跨国纳税人是解决不了的 所以就需要呢 这个国与国 在平等或者叫对等原则的基础上 那你来谈判 那你来谈判 来协商 然后对跨国纳税人的这种征税事物 来做出一个 这个双方都认可的 这么一个处理的协议 这样呢 书面的协议或者是条约 这就是我们说国际税收协定 好 这个我们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至于说国际税收协定 它为什么会存在 它的任务主要就是处理 国家之间这个双重征税的问题 是吧 通过什么遗免法呀 或者免税法呀 一般呢 都是首先保证 这个来源地 优先征税权 然后解决跨国的 这个所得的 或者跨国财产的 是吧 这个重复征税 所以这样的 国际税收协定 在我们国家和国外 是吧 因为我们改革开放初期 更多的是引进来 是吧 那我们中期后期呢 更多的是走出去 所以在这种国际交往当中 我们国家和世界上 现在应该是有 一百不到一百一十个国家吧 签进了税收 国际税收协定 对 这样的国际税收协定 它里面都有什么条款 咱们了解一下就行了 是吧 那国与国 那你现在说清楚是 哪个国跟哪个国签的 是吧 它的适用范围 另外它有一些 基本的用语 比如说像什么 缔约国一方 缔约国另一方 这些都要说清楚 指的是谁 另外在筹复征税上 主要是 对所得和财产 这种直接税的 重复征税 是吧 两个国家各自 都有什么样的 征税的方法 税法的规定 以及避免 重复征税的 具体是 抵免法还是免税法 你怎么来 避免 重复征税的方法 等等 好 这些都是我们 一代而过了解的内容 那在 国与国 是吧 之间 签订这个 税收协定 是吧 可以说它也是一个 大的框架的 而作为这些跨国 纳税人呢 他们在日常的 这个业务当中 他就要考虑到了 我们在不同的国家 是吧 那不同的国家 它有各自的 税制 那我们就要深入地去研究这些 不同国家的 甚至是世界各地的 各国的税法 然后看看 能不能有一些 特例 有一些 缺陷 或者是漏洞 在跨国投资 跨国布局的时候 就要寻找这些缺陷 特例和漏洞 是吧 那通过 规避 这些 有关规定 那它来实现 整个全球利益的 少交税 减轻税负 以及呢 延迟交税 这就是我们一般说的 国际 避税 它不违法 但是呢 它擦边球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 作为各个主权国家 那它就要实施 叫做反避税 因此呢 就要加强国际的税收合作 比如说 我们这个 叫税机寝食 和利润转移 是吧 这么一个行动计划 简称BAPS行动计划 这就是 各国政府联手起来 它要防止 这些跨国纳税人 利用漏洞特例 来形成国际的 叫什么样 双重不征税 那么这样的话 各国联合起来 所采取的这种行动 当然这个行动 我们国家也参与其中了 除此之外 还有叫做 多边税收征管的 互助公约 还有这个 关于实施 税收协定相关措施 以及呢 防止税机寝食 和利润转移的 多边公约 是吧 BAPS公约 这些都是属于 国际合作的表现 其中呢 像这个 BAPS行动计划 我们后面在 第十二章里面 要展开的 要具体的内容 这个行动计划 都有什么计划 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和项目 所以在整个的 第一章当中 讲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了解铺垫 好 那到这为止 我们整个的第一章 一共七节内容 可以说 内容涉及的范围很广 是吧 又是国际的 又是国内的 又是实体的 又是程序的 又是立法的 又是执法的 但是就考试来讲 它的考点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所以我们最后 就要把本章的重点内容 进行一下总结 在考试命题点当中 特别多的 你比如说 税法的原则 四个基本原则 六个适用原则 加起来十个原则 另外 像我们这个 叫做 税法的构成要素 主要是 纳税人 是吧 征税对象 税率和 纳税期限 里面又涉及到了 税务和 积税依据 所以 这个要素 我们加在一起 应该说 给大家介绍的 也就是六个要素 这个适用原则是六个 基本原则是四个 是吧 这个数量先有 那还有就是 税收的立法机关 国务院 他立的是什么 税收法规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立的是什么 税收法律 另外就是 财政部税务总局 制定的税收规章有什么 这样的立法机关 和它的法律集次要清楚 另外我们已经 是吧 已经 正式立法的税收法律 那在实体法里面 现在是12个 在程序法里面 是征管法 加起来是13个 好 那我们在收入划分这 主要是中央和地方 按照税准划分 哪些是中央固定收入 哪些是中央地方的共享税 哪些是地方税 还有就是 征纳双方权利义务这 这几年考的比较集中的 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它的服务项目 以及呢 我们最后 国际税收这 倒是有点内容 但是呢 考题里面几乎不涉及 所以就不作为重点 内容介绍了 好 到这为止呢 我们的第一章 可以说 开篇了 是吧 那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 税法怎么都是这么 税的东西啊 其实后面的内容 你会发现 比这个还要税 但是呢 后面的内容呢 它能够更具体 更实际一些 所以学起来 比我们的第一章要有意思 第一章呢 比较枯燥 但是作为咱们后面 学习的一个铺垫 那我们第一章当中 所提到的这些要点 还是需要大家熟悉和掌握的 好的 我们第一章的内容 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